訊息都是什麼輾轉 人家告訴他 那我覺得當個局長裡面 你是要去面對問題 去解決問題 應該照第一線 聽聽住戶相關的聲音是什麼 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解決它 會比較妥適一點 到底有沒有做溝通 那這個價格是 這個試算出來而已 還是真的有仿查過後 剛剛講到 小碧潭這邊看來8400 看來相對便宜 但不要忘了 剛剛石灰告訴我們 這個叫做虛頻 扣掉公司恐怕只剩5頻 這實際的住戶的頻數 恐怕想像中要小很多 所以在這來看到8400 如果是5頻6頻的話 到底值不值得花不划算 不要忘記囉 住得起這樣子房租的人 恐怕在台北市 幫你試算出來 你月薪要5萬多塊錢 才住得起 但是來自主機處的統計 我們的青壯年的 平均薪資只有3萬5 所以大家覺得好貴 好貴真的是好貴 那麼在國際間 到底怎麼樣來看待 這些所謂的公營宅呢 來看到我們隔壁的日本 5折市價 香港也是市價5折 新加坡市價只有3折 現在台北市告訴你 8折 好 所以看到這呢 黃委員 那這算是一個好的 一個大家值得期待的政策嗎 台北市的價格就是 供應站就是降不下來 為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 公共政策的討論 也沒有關乎意識形態 既然公共政策的討論 我覺得其實 你任何一個公共政策 沒有辦法討好所有的人 就是說既要 這個同一棟的 這個住戶滿意 又要青年租得起 然後又要周邊的環境的 這個中古屋 都那邊也不會 跟那麼行情往下拉 你告訴我 哪一個神來 可以做出這樣的政策 所以就看你的紅線畫哪裡 那可是柯P我同意 如果跟好市府的那個價格 七折比起來 它是八五折 它是第一年用八五折 看你祭典之後 才下降到七折 如果第二年下降到七折 就跟好市府一樣 那但是問題是 我就覺得奇怪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市府應該 同一棟住戶應該更早來抗議 因為它價格更低 那怎麼那個時候沒抗議 這個時候八五折 反而提高了那個抗議 所以我總覺得其實 我是依到我的 如果是依我的標準 我要五折 我才不要八五折 你要更好 那但是問題是說 你要 我剛剛講紅線畫在哪裡 而且這個部分也關乎到 因為租金的收入 跟這個所謂的價值 過去我們剛剛講 不管美和市 或者是說這個其他的部分 都用便宜 都讓建商占建 你現在把便宜讓給市民占了 會不會讓另一邊的市民 包括議員 他所代表的市民說 那我們市府的資源是有限的 你屬性壓那麼低 市府就少收入 少收入就少做更多 更沒有辦法做社會福利或怎樣 這部分是權衡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可能市府行政部門跟議會 要做一個最大的公約數的處理 所以說如果大家覺得 八五折不好 或是不夠好 那可以經過議會的決議 我要求我們議會決議 因為議會大陸是在議黨 現在議會沒有執政黨 所以如果經過議會的決議 說要求要降到八折 或要降到七五折 那市府 柯市府 當然一定要聽命 對 從善如流 不過這邊請教秦議員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有成本的問題 為什麼只能做 市府可以做到七折 那現在柯市府是八五折 你們剛剛點到 議會根本還沒開議 所以這個部分 不用經過議會的同意 還是議會未來有意見 也來不及 第一個 他的這些辦法是政府定的 不需要經過議會通過 那他不是用一個法律的位階 他是一個實施要點 是民法的部分 這樣的一個辦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郝隆明市長是率先推的 那他當時呢 其實一開始做這樣一個模式 也是有一些疑慮 有一些反彈 也有 但他比較注重溝通 而且他去做市調 他定這個七折 剛開始呢 定的這個也比較高 後來大家反彈之後 他就往下降 降了以後呢 第一個定出一個 大家覺得比較便宜 相對周邊來講 打七折 大家覺得說 我可以接受 有便宜的感覺 第二個呢 他就去溝通 溝通 比方說他邀請我們議員 去現場看 他先做一個樣品屋 也跟這些家具商 都簽合約合作 做一個樣品屋 讓大家來看說 將來這個地方 這個30坪形就長這樣 10坪形又長這樣 大家去參觀 大家去參觀 參觀之後呢 他邀請大家 包括里長 包括任何市民 你想來參觀 你登記 我就來引導 有一個參觀時間 也讓周邊的這個房東 來參觀 就是讓大家看 看完以後 會有一個放心 就是說 社會住宅過去形象不好 大家覺得比較屬於 這個髒亂啊 或者是說 公共的這個 情況不太好了 後來發現 第一個 市場蓋得很漂亮 品質很好 那他這整個這個室內的規劃 裝潢也很好 第三個就是周邊的環境 也很好 那價錢也不錯 所以大家就接受了 那後來去登記租的人呢 都排不到隊 是強暴的 那後來還發現一個就是說 小坪數的需求量 大過於大坪數 所以後來就在重新規劃的時候 增加小坪數的比例 減少大坪數的比例 那可能在台北市啊 已經結婚了 有小孩的 他大概都有一點年紀 有這個能力啊 那最主要就是照顧那個 二十歲 三十歲那個階層的 然後呢 周邊的房價也沒有一直下跌 所以他經過這樣一個 努力跟實驗之後 好市府推了四年 沒有反彈社 那到了柯市長來 本來是一個延續的政策 好事啊 可是因為他們不善溝通 又敲鑼打鼓的 這個大張旗鼓的去宣導 那大家 因為他大部分是放在新北市 不像好市長 都是放在我們台北市 你二十五戶在台北市 五百四十五戶在新北市 然後你也沒有去溝通 你也沒有去顧及到 人家的周邊那個房價問題 然後呢 人家一反彈就罵人家 瘋了啊 沒有愛心啊 自私啊 那當然就更反彈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一個 這個態度跟做法的問題 我只要一句話就好 秦源其實坦白講 您剛剛講說 為什麼二十五戶在台北市 五百四十幾戶在新北市 那是因為台北市的好市府發表完啊 你現在 你剛剛講說 柯文財在上任兩個月 他不可能蓋出新的住宅來嘛 文山區還有第二波 就說當時那個連開 因為我們最近的捷運都蓋在新北市嘛 所以他那個場站的聯合開 所以說這不是柯 柯市府說 故意要把哪裡放在哪裡 把台北市放了少 把新北市放了多的問題 其實我對 我覺得柯市府實在太客氣了 因為他想要比照 好市府的七折論 當然 那剛剛秦源講 講對了 好市府是 淨平數的七折 柯市府是 虛平 包含30 或甚至高達38的公設 比得七折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罵最兇的是因為這個太貴的關係 那種天龍房價 在新北市這樣租這麼貴 大家租不起 這個是被罵 大家如果你今天是被投資客 被財團罵 我想柯市府不要去挺他 因為財團本來就會不爽 對啊 這個就不要去挺他了 再怎麼罵 沒有關係 我覺得就不要聽了 好 所以這個落差在哪裡 大家或許聽我們來賓分析 會更加的清楚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請 現在加入我們討論 行列新新聞的副社長 陳東豪 東豪 我們就帶大家起來看 條件到底是什麼 哪些人可以申請 剛剛說呢 恐怕薪水要五萬多塊錢 你才住得起 那現在申請的資格 年輕人嘛 資格這到底是 很嚴苛還是不嚴苛 但重點是 父母不能夠有房子 這就很麻煩 但重點是 那現在今天有人投書 這位賴先生說 他住不起 他無法負擔 這個條件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比較貴 因為那個房價 剛剛前面您講很多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柯P 這次訂出來的標準 第一個 20到45歲 也就是說寧謙跟中壮年 然後戶籍 直屬親屬就是父母 就本人配偶 不能有房子 是 然後呢 嚴苛所得就是剛才我們 大家講一百多萬 這邊我先插一句話 因為剛才講的工人住在 剛好住在我租房 我在租房子 我在台北也是沒有房地產 所以我是租房子 就在我們那附近 哪一個 新農路跟安康都在我們那附近 因為我是在那個 在新中學對面 我們租一個房子 那原來好市府這邊呢 我記得大概是一百 是一百四十八萬 一百五十八萬的年收入 那年收入拉比較高 那兩個呢 面積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 那個供應量出來之後呢 一定會比較好 搶手 那目前柯市府做出來的呢 其實是一一九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現有這個條件 就是你的供給量少的時候 你這標準怎麼定都會出問題 你供給量大的時候 所有的標準可以放寬 你就會讓更多人有機會 可是放寬以後就有個問題 因為放寬之後呢 就學的跟就業的 它的需求不一樣 總體收入戶的 跟這個一般這個 比如說雙薪家庭 要生小孩的 所以他必須就現有這個標準 還有我們剛才講到 那個租金的標準 勢必會再修正 是 這是未必 你一定可以看到再修正 也就是你現在不管它是 八五折 七折 未來 隨著供應量 擴大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修正 那這一定會造成一些影響 那整個影響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你如果有房子的 一定會排在後面 你沒有房子的 一定會優先 這個一定是優先 所以就這樣子 那現在問題就是在於說 你當你供應量不夠的時候 你要排你都排不到 要排排不到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供應量夠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的時候呢 怎麼樣公平 或者怎麼樣做功能上的區隔 那不管怎麼樣 從郝龍斌 郝市長到柯P 這個政策中間開始了 那這個中間是可以開始 會改變的 其實不是台北市 它未來會改變的是大台北 也就是在台北 居住這些事情 不要成為青年人 或者中壮年齡太大的負擔 那整個大環境上來講 可以跟各位預告 我們的房價高點 一定會做修正 一定會做修正 講了不好一聽點 我們現在雙北的這個房地產 在投資客的這個炒作之下 有點像老鼠會 那希望大家不會是最後那隻老鼠 要小心了 我們謝謝東豪的說明 那我們今天說這位 這位賴先生的投書告訴大家 我不會去申請 因為主要是因為他無法負擔 他告訴了他家庭的狀況 你收入84萬元 但是他們需求的是兩房的房型 但是租金大概要兩萬塊錢 他實在租不起 他資格是符合的 那今天講到說 自由住宅的一個問題 現在如果大家不是那麼搶手 當然就排隊 但如果很搶手的話 我們告訴你 這個都發局也告訴大家 不用擔心了 你仔細清楚 如果有所謂的這個房子 你只要去趕快去申請個 獨立的戶籍騰本 叫分戶 你拿來申請這份就是沒有 你獨立住戶嘛 那就沒有問題 也可以來派對啦 這570戶 到底接下來是不是搶手 大家可以觀察 這個科幣這個政策 是不是市民非常的買單 我們待會兒回來 就帶大家來看 好沒有錯 這個社會才出來了 到底對台北市房價 能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僅價像剛才東豪已經告訴你 一定會盪下去嗎 還是量體出來 一定沉入之後 才可能看得到 還要等多久